你們好 我很好 大家好 阿海 為什麼這麼好的心情 你一定很好 我好好 為什麼呢 我今天很開心 我很好 國語來的 國語不太閃 你不是說我自己好 是嗎 我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嘉賓也是非常好 我們有王子軒 大家好 你好 阿海你好 多謝你的歌聲Rajun 多謝你這個這麼特別的名字 多謝你 多謝我媽媽改你的名字 然後Jonathan 很多身份演員 歌手 現在經常做幕後 監製 嘩 好厲害 時間夠不夠用 就是因為這個預算所限 所以要做多一點 不過要有這麼多的身份 其實你的能量也很重要 需要很多不同的力量 所以我現在要拆開一點話題 一開波已經拆開了 我們女生很混亂 經常跳來跳去 其實在幾個月前 我想可能差不多七月還是八月 其實我已經在溫哥華見到你了 你是不是在這裡 對 我們做過一次的 我們叫做室室 是否有很多人野生捕獲了你 那一次我捕獲他們 你捕獲他們 我們開始在這裡找一些功能 台詞幕後也是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製作 這個時間才夠 對 這個稍後就會問你 我讓你拆開 拆遠一點 就是因為當時 可能七月份的時候 我在一間吃越南粉餐廳 看到你 是否有個數目字 有個數目字 兩個數目字 然後我就看到你 然後我就 嘩 黃之軒 但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刻又害羞 因為通常都不害羞 你感覺不到他會害羞 就沒有意思地過來 就是我不想騷擾你 因為我覺得你很享受吃麵 我又免得過來騷擾你 吃點薄 吃點薄 所以我就 如果有機會跟你訪問 那就好了 我當時是這樣想 但我也不敢過來騷擾 你是說真的嗎 我是說真的 她的樣子像不像會說謊 她不像 她是寶寶來的 所以不會說謊 海寶寶 是她的花名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 如果我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就好了 後來我自己去了一個旅行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說 你來了Radio visit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又再錯過一次呢 因為第一次是我不敢 接觸你 第二次又錯過 誰知道我在香港的時候 收到一個訊息 他說黃子軒會過來 可以安排做interview 嘩 我很開心 我現在回來了幾天 我真的可以見到你真人 所以我覺得很興奮 很有緣分 是啊 謝謝 而且知道你喜歡吃粉 這是一個錯誤 因為我不吃澱粉質 所以我去粉的地方是沒有粉 你是因為保持健康的原因 不吃澱粉質 還是本身身體的結構不吃澱粉質 這個不是乳生俱來 小時候我是吃粉 但是過去這一年 做了一個沒有糖 沒有澱粉質 沒有五穀的 diet 這是飲食計劃 對 但是有大量的蛋白質 蔬菜 那些各樣 我每天都會做一些 我自己的超過五青 其實是六七青的醬汁 這是一種醬汁 嘩 你的醬汁也很厲害 是啊 其實對身體很好的 你覺得你實行了這個計劃之後 對身體的感覺上 有什麼不同 改善了 正的 首先我最初以為這樣去飲食 是會沒有力的 因為我喜歡健身 是啊 誰知道原來我喝完這些醬汁之後 是馬上去舉重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結合我新的健身計劃 是整體的力量大了 他注入了更多的能力 我們經常在想 吃菜會沒有力 那些是錯的 其實 你看見美先生 有很多都只是吃菜 當然不是所有 但有很多都是 很厲害 那我好奇 你去吃薄的地方 你可以吃什麼 吃雞扒 雞扒 沙律 他們本身的肉 叫他們拿走一些薄 哦 就是春卷的那些 不能吃 還不是說Rap 那些 你說Rap 就是沙律卷 拿些餡料出來 我去很多地方 日本餐廳 韓國餐廳 他們有什麼DON 我都跟他們說 照樣 但不要飯 就是酒飯 所以在那裡 基本上是吃Sashimi 如果是那些 芝拉斯DON 他們也有很多款 Anyway 其實現在 你在說 加拿大 或者北美 很多人都開始 盛行這件事 所以他們 有無飯壽司 有些可能 你甚至說Burger 有時候都是比較用菜 是 Let us wrap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想試一下 都不是那麼難 是你決定 你實行了多久 其實現在這件事 這個Diet 差不多一年 你自己覺得 身體上各樣東西 是否能量上都好了 能量上好了 以及控制我作息的時候 也是比較好控制 例如你說 早上起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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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得快一點 即是等很久 好像還沒走 也會睡不醒 而且又不會 臨睡的時候 很難輾轉 沒有的 說睡就睡 這麼好睡 好正 肌肉方面 主要是用來操機 有沒有改善 六塊八塊腹肌 有沒有出到來 有有有 有嗎 那我們就 現在已經冷了 今天這件衣服很厚 感覺不到 對 今天穿這麼厚 是想怎樣呢 又說有肌肉在這裡引我們 你怕被阿凱看穿了 要保護自己 對 保護自己 雖然現在一直在操練 但我發覺男女有別 男生冬天是穿厚衣 女生會露整隻腳出來 即是沒有袖 但又要去頸巾 即是我也要遵守男生的Dress code 可爲是著作特長呢 其實我之前都說了 到七月看見到自己 然後又來後 你又要來 那我就發覺 對溫哥華應該挺喜歡 所以才經常在這裡 其實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最欣賞溫哥華的甚麼或是哪個地方呢 溫哥華對我來說 有很多香港我們喜歡的東西 尤其是在Richmond 我們身處的這個地方 但是它也有很多香港人 未必會在城市裡面找到的 譬如呢 譬如這裡很多人流行去玩一些郊外的 即是露營那類東西 例如露營 水上 還有很多人踩單車 當然我知道我們在九龍 新界也有很多人踩單車 但是我是港島區的 你踩單車是很危險的 環島也不行 超危險的 而且這裡的空氣是非常清新的 水後水是可以喝得很好喝的 我自己是喜歡沖凍水涼的 但是這裡的凍水是冰水來的 很喜歡 真的嗎 我嫌香港的不夠冷 真的嗎 有一次我家的冬水涼壞了 是暖的 我家的冬水涼壞了 即是冬天來的 我都想嘗試沖凍水涼 碰一碰都不行 支持不了 太冷了 會刺痛的 太冷的話 很棒 真的嗎 對呀 尤其是凍水涼 尤其是早上 可以馬上激活你整個身體 立即 又開機了 又不用搓機搓那麼久 但我突然這樣看你 我覺得你皮膚很好 不知道是否跟你 也是沖凍水涼的關係 對呀 冰鮮 不斷冰鮮 冰鮮 冰鮮 你說比較繁榮的地方 你都會看到很多的天空 對呀 香港的高樓大廈真的很高 遮了很多 你只看到貝色和貝利 像骨骼仔一樣 有很多感受 因為我就是剛剛在香港 台灣那些回來 我會覺得我很難看到一片很大的天空 一定有些東西阻礙了 但這裡我會隨便抬頭一看 就是一個很大的天空 很漂亮的雲 是啊 還有心情也會好些 你看到這裡的人 這個是一個Stereotype 就是說這裡的人一定是慢活些 因為地方大 那些東西沒有那麼急趕 但是真的 你看到不同種族文化的人 都會互相多些理解 這裡 譬如你去到溫哥華 你又會看到印度人又多 越南人 黑人少些 其實日本人和韓國人都多 是的 譬如去到Stevenstown 那些很多日本傳統的東西 這裡很有趣 還有十分鐘的車程度 就可以去到另一區 有人說永遠駕車 怎麼駕駛一會又到 香港駕駛的距離可能相對比較遠 其實香港駕駛很小的 但我們塞車 有些朋友跟我說 在香港駕駛很難不操 每個人都這樣駕駛的時候 這邊比較方便 近一點 也比較大 所以都很喜歡溫哥華的地方 所以都要來這裡 Site Survey 講到Site Survey 入氣動 當然是否將來會有些正 有些什麼正事會在我們溫哥華發生 Jonathan 有些什麼正事 其實我今天特意戴這頂帽子 這是直入式廣告 是的 介紹一下 這個不能賣的 真的很直入 介紹一下 這個是R2R 我們有個新的project 這個是我們的簡稱 R2R 我先不說全名 但跟Richmond有關 其中一個R是跟Richmond有關 就是Richmond to Richmond 一定是聰明 這樣都被你猜到 其實去Richmond都挺大的 OK的 其實Richmond一邊拿到另一邊 都差不多20分鐘 說真的 不 只要去Richmond有特地 可能下均哥華更近 你覺得嗎 真的過橋就到了 Depnd在哪裡 走到Number 9也很遠 你們太厲害了 不如我改了整個project 就這樣吧 整套東西都透露 其實現在正在拍一個網劇 劇情就不是由Richmond一邊拿到另一邊 雖然也有這個concept 一路會經過見到什麼人 但我們那個是set在2000年頭的 OK 那時候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 那時候開始見到很多亞裔的明星衝出國際 是在荷里活的大片 甚至乎在國際的影展那裡 那時候其實我們就發現 尤其是溫哥華 作為一個培育一些才能的地方 就是其多會送到香港的 尤其是華姐 專門出很多美女華姐 對 全部都拿冠軍 這裡有冠軍 回去也有冠軍 所以我也很驚訝 我是從Vancouver 所以我跟華姐沒有關係 我是列治民小姐 我在列治民住 不是曾經幫忙做過華姐 是一些 PressCon做的主持 有個關係 對 這樣硬拉一點 當時真的拿很多獎 或者我們這裡有些Sunshine boy 其實回去發展也很好 有關於飛輪海 對 台灣 香港 各個地方都有 其實我們的劇集 就是取這裡的景 講這裡的一些亞裔的移民 以及他們怎樣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單止在自己的家裡 如果夢想是想走出去的時候 我怎樣走出去呢 我們有沒有一些方式呢 其實講取景 過幾天就會再見你了 這麼開心 因為我們真的會跟Fairchire一起合作 會在這裡拍一些 尤其是你們有些寶藏 這裡很現代的 你們有一些機器 是好像以前的機器 很用得著的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們不用我們用 即是我們 深陰一點的地方 我們現在都很少打開那道門 基本上 我在這裡做得那麼好 我不知道會搭這個地方 我帶你去看 我帶你去看 你來拍攝的時候 我可以在後面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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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自己也能上鏡 然後就寫一張單給你 我出鏡了 我出鏡了 給操錢 就寫一個credit 就行了 具體的劇情我不說太多 但是一個年代的 piece 在Richmond 講一些移民 講英文的 OK 英文的劇 有少少中文 但是也有很多音樂 我自己都是音樂出身 所以搞很多project 整整一下都會有很多音樂 那那些音樂全部是原創出來的 大家知道完全沒聽過的音樂 還是會拿回一些很經典的音樂 改編 你這樣問也挺有趣 因為是兩種的 有原創的新到沒有人聽過 也有經典的 但經典到你沒想到的 不是唱K那首 而是經典的 即是我們知道的一些經典 即是很classic 即是金曲中的金曲 即是歷史金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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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爆炸 很想到底是什麼歌 都會說得很神秘 那當然啦 不是你們就不看了 但剛才你也說了 我們說現在都有很多身份 因為你要拍這個劇 其實都需要一些演員 甚至我們本地的朋友 都需要Casting 我知道現在都在Casting 還需要Casting 有些這樣的事 為何我錯過了這個opportunity 我們有跟Vivian說 她是不是 可能把我們的List 是刪除的 可能她快 因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List太厲害了 因為她Casting的是華姐 或者Sunshine Boy 我們就比較 我們就中年好聲音 有的 我們有中年角色 但可能我們又未到達到 你又未到 尷尬的位置 什麼都沒有 我這個年齡也有的 哦 差不多了 大家差不多了 馬上拉關就差不多了 這個BB小一點 BB小一點 其實我們各種Race都有 當然我們有漢族的華人 但我們也有越南人 我們有印度人 我們有白人 所以其實我們是一個Multi-cultural class 因為你來到這裡 就是跟回這裡 你在這裡拍攝 我不會在這裡扮回別的地方 當然我知道 很多電影和電視 都是用這裡來扮紐約 西亞特 西亞特 Los Angeles 真的好像 明明我讀那個大學 變成美國的 為什麼呢 UBC 我最近去 我看到你去 你每一個角落 都可以扮不同國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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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可以 你扮歐洲也行 你扮亞洲也行 你扮日本也行 對 太厲害了 其實你也會在那裡取景 知道你去了 有沒有機會 看看UBC給我們什麼優惠 哈哈 我們給你一個優惠 好 我知道他們也拍開一些大製作 例如你們的大度 最大 最闊的 我看到他們是拍攝 例如Amazon那些大片 我相信那些預算是不少 可能他以這個standard 去跟我們計算 我就說 好了 我在那個位置拍照就可以了 對 打了卡 對 對 但那邊也有很多 譬如我那天認識到Asian Studies的 staff 他們其實都很願意合作 希望可以談到一些方案出來 對 或者有合作機會 有沒有取景 或者什麼 對 我們這裏的地方一定會有 對 這裡有太多寶藏 我擔心你們 遲些裝修會把舊機搬走 我們快點去記錄 你是否想想收力子用 當你說 Jonathan我們搬走 你要不要這個東西 馬上運送回香港給你 所以我不懂 我年紀太小 我都會在這個劇裡面裝飾 但剛才說 你在Cast的人 是有不同的演員 不同的種族 你自己其實都會做 幕前幕後都有做 有啊 你怎樣Cast自己 你怎樣Casting 誰Casting 我覺得我適合做這個角色 其實是這樣的 怎樣 大了 你不用Cast 你不要這樣說 當初我們去做Casting 我們就想 最好的人 我們就跟他談條件 這裡有工會 每條件都很透明 但是我去Cast的條件 就是收得越便宜 就越有機會 作為你兩個身份 演員當然想有好的條件 但是這個監製當然想你便宜 那我兩樣都不可以並存 好 我有給最好的演出 但是以最低的價錢 你當然是最划算的演員 對 我覺得是很大的犧牲 對 因為以這個價錢 我相信也很難請到其他人 對 那你怎麼會這樣 對 對 我要看真 對 這是甚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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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看有多少個 其實 我們的Cast 也有很多 我想差不多有九成的台詞幕後 都是加拿大人 本地 我們有少量會飛進來 我們先不說 因為遲些可能都會來這裡 先跟大家聊天 有關節 很期待 很開心 一個文化交流 又可以說到一個 對我們兩岸的人都重要的故事 而且可以認識到很多這裡的才能 例如攝影師 或者這裡的編劇 甚至乎這裡的 我們有一個美國的導演 這種交流去認識這裡的文化 是一種很開心的事情 真的很有這個火花 Jonathan 你覺得一直以來都在香港 有關拍攝 或者演員做歌手 你覺得這邊的製作 和在香港的製作 最大的分別在哪裏 處事方面 有公會 但要處理公會的時候 是不是都很挑戰 你搞定一個就搞定所有事情 當然不是 你每一個崗位都有不同的公會 導演有導演公會 演員有演員公會 然後你below the line above the line又有不同的公會 會不會拍一拍又說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很老實 我覺得這是好事 但是我們去計算的時候 就 Overtime怎麼辦 原來有些人計算8個小時後就OT 有些就10 有些就12 即是有不同的風格 你看哪個長 哪個崗位 甚至乎這裡的怎樣 譬如你說 有些人是不屬於公會 有些人是屬於公會 你變成整個攝影機 你都要全公會化 你才可以開座 即是會不會突然說 這位朋友 這位燃養檔 他沒有公會 你先放這個位置 先拍 有公會 你不能偷雞 之後就拍 即是所有人收工時 只有他一個人 是你 是我拿機 自己做完 有好處 因為對於我們的台前幕後 工作環境是會比較 一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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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舒適 因為不是說奢侈 其實是保障大家的精神狀態 我不是說香港拍攝 保障不到我的精神狀態 但我們知道的 其實是OK的 香港我們知道怎樣拍攝 但是 增分奪秒 另外一種鍛鍊 我都記得 雖然是很多年前 那時候的玩法 那時候是連續三個星期 我是日夜間拍的 即是完全沒有睡覺 即是日是十二 夜也是十二 接著 那陣子找很多 要找很多東西吃 那時候 我要在化妝間睡覺 或者在外景車那裡睡覺 我甚至乎試過在外景 他們有一些欄杆 長一點 你知道我說什麼 樓梯長一點 斜的 但是斜得來 這裡又平了 我直接坐上去 就這樣睡著了 剛剛那個位置 有個曲線好像挺舒服的 對 就是我背部的淋巴位 因為這些經驗 練到你其實 什麼情況都睡得著 會不會有好 可能跟綠青汁 是沒有關係的 本身是長期的鍛鍊 但是我覺得這裡有這裡的文化是好事 變成我們去計劃的時候 亦都是逼我們作為製作方 是在捉緊這些時間 我們做的事情不要太生氣 但是與此同時 就是有效地用時間 不是說去到才量度 看看你還沒量度好 那就玩多六個小時 飛不了紙仔 不可以的 你可以職場一起量度 但是一定要齊齊劇本 那些人才可以做美術 不會說拿了十個選擇 是好事 這個逼我們大家 計劃得好些 對 不同的作風 亦都學習中 這裡的 還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 他們大家習慣了 跟不同的文化的人一起合作 對 我很尊敬他們 都會聽 首先第一、二次開會的時候 都會了解一下 你的出發點是怎樣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來自 同一個工作的模式 背景 對 這個劇本很不合理 你這樣形容我這種文化的人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其實如果你在說這個地方 我從我的切入點 我又多一個角度可以告訴你 所以我很喜歡這件事 了解多一點 可能我們未必認識別人其他文化背後 有些原因 剛才都說了 已經準備就緒了 我知道都會很快會拍 有沒有預計想在多久拍完 還有我們什麼時候有機會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十月了 十月內都會開始 所以我們現在是密羅緊固 如果你真的 我講認真的 太好 你真的有興趣去 給我們一個角色 你講認真的 是嗎 是嗎 我們稍後就跟Vivian聊一下 我們看看怎樣 把我們由個列項上 搬回到上面 由Vivian的黑名單 把他拉上去 拉上去 給他一個機會 對 對 黑名單 變成白名單 非常好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所有的前期工作 還有為什麼要這樣去量 因為我們這個網劇的形式 是想在祝福日季 即是在聖誕之前 那段時間 對 所以我們再遲拍也是會問的 因為我們根本剪不切 要不然就要再等夏天聖誕才出到 那沒有 其實現在很急 其實十月 你拍攝又要剪又要出 所以我們七八月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準確的 當然室內的東西 都不是太大改動 但室外的東西都變了 原本都沒有抽葉 現在有多抽葉 日常的時間都沒有了 但是是好的 因為我們不是記錄這個時間的溫哥華 即是節約聖誕的溫哥華 大概 應該還沒拍到去下雪 但一定有抽葉 有抽二的 但真的知道 聽到說 溫哥華的天氣 到了冬天的時候 就很難估計 會不會擔心影響到你拍攝 拍一些室外景的時候 不擔心 因為其實拍這裡就是要這裡的 那種感覺 當然很多人來旅遊的時候 都是選擇最漂亮 最好天氣的時候 但是 實際上 你說這裡的人的生活 一定會經歷 有些軟蒙蒙 如何去 他在裡面 如何找到一種快樂 都一樣 疑問的道路 永遠都是光明的 不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黑暗的 也不是這樣的 有光明有黑暗的 是 Jonathan 你現在有做幕前 幕後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做哪些事情你喜歡多些 如果真的要你選擇的話 其實是兩個模式來的 因為 為什麼要做創作 其實 就算做創作歌手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幕前幕後的工作 是 你創作本身就是幕後 是 我首先從那裡出發 創作歌曲曲詞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private的事情 對我來說 那時候 出去表演就是 將這件事 跟不同的觀眾分享 那時候 很簡陋的 很簡單的 很單純的理解就是 好的 我的 寫下了出來 我找一個方式 跟你分享 你會答分析 你有共鳴 大家開心 有一種這樣的關係 但這個很自己 對 你一去到影視 除非你是YouTuber 其實現在專業的YouTuber 都不是一個人 你鏡頭看到一個 後面有十幾個 整個製作團隊 後面背後 但是你去到影視就不同了 一定是一個群體的製作 當你去到一個 那麼多人事 那麼多運作的事情 你一定決定 OK 我要分開 表演者和一個創作人的身份 因為表演者的時候 就是 OK 我要陶醉 我要進入一個狀態 但你做Producer 一定要很有邏輯 如果你說 這件事 有感覺 花了錢 沒有了 第二場已經沒有了 完全沒有控制 或者 我們量度了十場戲 今天本身是要拍六場的 嘩 你最喜歡的那場 你拍了全天 其他的玩完 這些也是不行的 或者我喜歡這個景 但為了這個景 我犧牲了所有的 Logistics 你所有的其他劇情 沒有了 這些全部都要用邏輯 這頂邏輯帽 要帶上去 要計算 所以其實我兩樣都喜歡 雖然做Producer 是有很多繁瑣 有很多 有很多 濕碎的東西要追蹤 但為何要做Producer 我自己的theory 就是 如果有一種故事 有一個世界 我覺得 除了我之外 未必有人 那麼有熱誠 那麼有興趣去呈現 那我的責任 就是要做功課 將他呈現在那裡 我將舞台搭好 然後將值得在這裏出現的人 就請進來 因為你做一個影視製作 就算我厲害 我都起碼要有兩三個其他的人 你不可以完全自己一個人做完 是嗎 現在角色 台前幕後 我們演員 我們現在都差不多二十多個 來自五湖四海 不同的背景 一些很有趣的人 這些可能有些是在預約很多工作的人 有些可能是新演員 有些可能是他太特別了 一些太普通的項目裡面 他發揮不到 就是一個這麼特別的故事 才可以發揮到 這些我很開心的 是 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這樣結合在一起 大家所有的人 做完這一步 那就好了 我脫了頂監製帽 現在表演 你不要吵了 這些就是 雙子座的兩極 要好邏輯的時候 就要非常有紀律 很有紀律 知道要做什麼 要表演的時候就要玩 這個才是 我覺得不停要兩邊走才會過癮 雖然說到這個劇 剛才也透露過 裡面有很多音樂 我們要期待的 有些你說是 非常golden 我們要留意 golden 其實在這裏本地 也有很多朋友 說真的 很喜歡創作的音樂 剛才你也說過 你是一個創作人 但有沒有什麼提示給他們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很困難 雖然感覺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可以將他的音樂 播給其他人 但是可能他想 將他自己的所有音樂 帶出去 好像也有一個難度 我完全理解這個想法 因為其實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好像做音樂容易了 比起我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剛剛開始就是 趙曾希老師 他帶我進去Studio 去做很多的東西 認識錄音室 認識所有的器械 其實有很多我都不會用 我扮的 最基本的那些我懂 我拿一塊舊的東西出來 你不會用的 我錄到下去 我看見很多年輕人 用電話 iPad 已經可以做音樂 所以這裡便利了 但與此同時 因為這個便利 競爭大了很多 多了很多東西 放在市場上 根本消化不完 你自己在你的頻道發表就可以了 以前就沒有這樣的渠道 有很有懷 雙印刀 你自己可以在自己的頻道發表就可以了 但其實個個都可以在自己的頻道 人家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如果以前可以 譬如你進入電視台 因為可能只看電視台或電台 如果他肯銷售你 或者硬售你的時候 那些人自然就會認識你 或者有唱片公司 支持 現在就變成有難有不難的東西出現了 是啊 好像說到很多東西 籠罩著這個創作的道路 但很簡單 我之前也跟大家 可能我自己的朋友 也有分享過一個想法 有一個叫做OODA ODA的一個theory OOD是什麼呢 Observe Orient Decide Act Observe 觀察 Orient 將自己擺對方向 Decide 決定 Act 行動 這個其實是在軍隊用的一個terms 為什麼這樣用呢 我問大家 一個戰鬥機的機師 你覺得 我當作有兩個機師 這個 阿海是 很有火的 很火爆 是燥底的 是不可以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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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火的 是很靠的 是他海的 是他 等很久才發一下 是 你覺得哪個的民眾會多些 我不說民眾率 我講哪個可以聚機聚得多些 我覺得是亂肥的 就是脈食檔三斑 我覺得是慢一點 就是看準才是 那個是會 那個是省到子彈 但不代表他真的肥得低 因為我有時覺得他肥得那麼厲害 他沒有想清楚些事情 就是亂槍掃射 是吧 是吧 即是很幸運 如果你真的中到那個感覺 其實在軍隊 他們是不會去淪色子彈的 一定是找阿海這副 原來已經好像我這樣狂軟 你問你什麼 你想得太多 想多了 當然 所以我們說 observe orient 你不是observe 原來 一定要擺在對方向 第一發 歪了一點 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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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調 你就中了 是吧 所以我給大家的一個提議 就是不用給自己一個這麼大的心理障礙 不要覺得你發 人們經常說 我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就不公開的事 正確 我以前也是這樣 就是我剛才的想法 就是我要想清楚才行 那個就不適合 這個心理障礙 是令到你錯失了很多你最黃金的創作的好的連話 是 因為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那個peak 可能是很年輕 可能是很遲才到的 可能是經過經歷一些練習 但是 先試一下 譬如 就算你說youtube instagram 我剛剛 最近才在學 有些professional youtuber 他同一條片是說幾次的 他第一次不行 調了再說 調了再說 its ok 因為不用說 我這次不行 我就是一個失敗者 不是的 因為 只不過你還沒試對 有些人覺得 我浪費了一條橋 原本的橋很棒 是呀 你回去看 可以的網上的東西 可能你看過他四五次 十次都有的 同一首歌 不同的包裝 不同編曲 我再唱過這兩句 你一個demo 就算不是很齊全 說了上去 一個forum 大家覺得怎樣 這句提議 我講一講一個歌詞 這樣唱好一點 其實這樣會令到 一來你會跨越了某些障礙 二來慢慢慢慢 你會有自己的一個community 有一班人 一定這樣支援著你 知道你發生的沿途 對 好像他很personal 好像知道你的人是怎樣 有一堆軍事在後面 對 對 一堆這樣的朋友 永遠好過你 一擊即中 對 一擊即中 還要中全世界 對 你給自己這樣的壓力 輸的那個是你自己 對 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自己 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的觀眾 多點認識你 take more shots 對 做多點阿海 但當然不是亂槍掃射 射錯隔離就不好 對 你要有目標 有目標 每一次調 調 至少有一個大方向 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這個theory很好 說真的有很多人 是太容易害怕 或者害怕失敗 他不敢拿些東西出來 你的東西都沒有拿出來 你又怕被人ban 其實根本你都沒有拿出來 你怎麼知道你不行 對 可能他不ban你 或者可能他ban得好 對 ban了你就會改 對 可能你ban 調教你正確一點的方向 對 至少拿著饅頭烏鷹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真的不要放自己 在一個真空的密室裡 鬥拳拳拳 因為這個是最痛苦的 這個是我自己都很明白 然後開始懷疑人生 究竟我會不會合作這件事 對 顧家輝曾經說過一件事 人家問他的靈感是何時到 他的靈感就是在結束的時候 就說 結束戰鬥 對 你想想 你永遠不讓自己結束 但是你本身兩天來已經作好了 所以你覺得很感動的歌 但因為你只剩下一粒 兩年後才出 這個不是老作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太多人是這樣的 但會不會到時兩年後才發表的事情 又有些不同了 不知道 你要試了才知道 但又照給人看 不知道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個微調的過程 認識自己和被人發掘的 嗯 你得一次機會的時候 Honestly 你 在這個現今的世界是不太合作的 有注定失敗 差不多接近 Fail forward 這些生意人經常說 Fail fast Fail forward 是吧 向前去學習 你哪裏跌下 就哪裏站起來 所以我知你的網期一定很快拍到 對 我們很期待 還有一會咪後 我們就去Casting 我們其中一個Casting director 就在後面 在廁所裡Cast 可能叫你進廁所 你小心 今天就很開心 可以訪問到Jonathan 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你的網劇 謝謝 謝謝 拜拜